一首小主播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2020年每天有个好的心情 给大家有快乐 这是小主播的小主播 唱出我的心酸和我的历程 送给你们 送给那些支持我的宝贝们 为你们身体健康 Taggurr 转眼之间马上迎来了2016 2015年的经历 我和你们说No 如今现实的网络 我他妈的早已看透 直播间的宝贝们有热闹 你也来凑凑 说大主播不管说什么的 他们的都是真理 而小主播我说了再好 也全部都是放屁 很多主播为了出名 已经出卖了自己 男嘴脏话胡说八道 就是为了人气 小主播说 小的电脑真心的不易 又要唱歌又要喊爱 就为了这点歪弊 长得好的女主播 用着土豪的鼓励 像我这样不打精神 是否能够出气 不是王小国 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而现在网络就是他们的 这个风际 不管说了多少 我都不会放弃 因为还有几个 支持我的难兄难弟 所以我要多加 学习拼命的努力 不能让爱我的人 你们感觉的泄气 就算别人说我不行 我也不会放弃 因为我相信不出了 总会看到人气 大主播要理我 只需要一声叫 而高屏上 就会有拿整齐的口号 小主播说 喊了半天没有礼物收到 嗓子费了 还给自己花钱去买药 我是个小主播 但是我依然很骄傲 至少还有一小部分人 我是他们的需要 我是个小主播 但是我依然很骄傲 因为只要有你们 陪着我他们就好 这首歌我送给坚强的自己 希望多年以后 我真的能够怎么崛起 感谢爱我的人 我会微笑着下去 因为我叫王小国 我永远大猫 哇 耶